操墙动作步伐整齐划一 整点时间一到 中正纪念堂内的三军一队操演 总能吸引国内外不少游客来观赏 不过这场景很快就要走入历史了 因为文化部宣布 一队自7月15号开始正式撤出 文化部解释撤出的理由是基于转型正义 也就是要去除个人集队威权的崇拜 也符合现阶段中正纪念堂的转型正义目标 因此要求国军撤除 在同项大厅内的战绍任务 不过民众听到反应不一 有人赞成有人反对 反对者认为这是台湾人记忆的一环 而文化部当然有考虑这理由 因此决定保留操演 但是地点要移动到民主大道的前方 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 一队还会出来演练 其实三军一队操演是根据国防部 颁定的特别住所实施计划 属于国军的礼仪特殊任务 早从民国69年中正纪念堂开馆以来 就维持到现在 另外还有慈狐大西林寝 国府纪念馆都是基于一样的理由 不过看在国许馆馆长陈医生的眼里 这只是转型正义的一小步 当然是转型正义的一个初步 其实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 至少把重养的仪式 操枪这些 虽然也许有一些观光的价值 但是也会有一些外国朋友 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那怎么会去重养一个过去的独裁者 一对操演其实只是中正纪念堂的一个仪式 主要还是那个空间那个堂体 那希望说回顾这个二三十年的历史 来看待这个问题 大家会比较心平气和 这逐对威权崇拜的一对建港 但是台湾的转型正义记录 恐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民事新闻林静林东明 台北部导